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是想说低调一点 然后就是又怕又会不会写说是做秀或怎么样 所以我就是还蛮怕的 那就其实今天就是很希望就是大家低调 然后就是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看到Makio那么努力的造卖手工饼干 民众都为他加油打气 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可能会犯错的嘛 那不管是谁啊 我觉得我们都要给他一个机会 曾经因为喝醉酒殴打计程车司机的恶行 沦为全民公敌 现在主动联络公益团体要来担任志工 Makio也透露他还是会害怕被大家骂 也期待真的能够原谅他 昨天新闻宁东民回家珍 SNG小组台北小伙报道